村民靠养牛维持家中生计 结果好端端的12头黄牛 却在一夜中离奇死亡 损失更是高达30万 村民心痛不已 崩溃大哭 直言没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而事后在现场发现的多处疑点 这让人不禁怀疑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陈先生所述 自家条件非常困苦 为了能维持正常生活 他便向亲戚朋友借了30万 养了这12头黄牛 眼看着牛一天比一天茁壮 陈先生非常欣慰 用不了多久就能把牛卖掉 从而赚到第一桶金 然而就在这天 他的美好愿景将彻底破碎 当时他正要给牛喂食 结果发现12头牛 全部都两眼一睁 两腿一蹬 呜呼丧命 现在都弹在那边了 脚强起来了 如今提起此事 陈先生就崩溃不已 要知道他是借了30万 来养的这些牛 现在全部死翘翘 30万赔得血本无归 除此以外 他的全部心血也白白浪费 以至于他哭了一天一宿 双眼通红 眼泪已干 他真不知道该如何 面对以后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好端端的牛 到底为何一夜间全部死光呢 陈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见解 陈先生认为 一定是有人故意而为 因为这12头牛长势颇好 如果卖掉 一定能赚个好价钱 很有可能是有人 看他赚钱眼红 这才将农药撒在饲料孤里 陈先生说着说着 也有些后悔 因为他当初非常相信当地村民 所以把饲料锅架在路边 从未想过会有人坑害自己 没想到就是他盲目的信任 害死了这些黄牛 但说话要讲究真凭实据 当调解员询问陈先生 有没有在牛棚安装监控时 陈先生却显得有些惭愧 表示因为相信当地村民 所以他并没有安装 调解员文言也有些无奈 不过为了帮陈先生解决困扰 他便陪着陈先生 来到当地警局报案 那么最终结果如何呢